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咱们今天要讲的内容 我们接上来一上来呢 还是要先去站立在这个数据库的角度上面 那之前通过上一课的学习 我们已经知道了 如果要去创建这种数据库表的这种东西的话 还得去执行db.createout这么一种方法 不太方便 我们能不能像张狗一样能够去提供某个命令 然后呢进行相关的操作呢 实际上这是可以的 那这里面呢就相当于进行数据库迁移的时候 它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扩展 这个扩展我们现在来先来看一下 是哪个扩展呢 就是flask.create 是这样的一个扩展 那有这个扩展的话 我们还得先进行一下安装 所以呢直接就是pfp install flask.create 先把这个东西安装完 安装完成之后呢 它就能够帮助我们维护数据库里面 我们对于模型类的修改 能够去同步到数据库当中去 但是我们现在是说 这个flask.create的话 它实际上还得依赖于另外的一个扩展 哪个扩展呢 因为我们通过这个扩展的话 要去执行某些这样的启动命令了 所谓的启动命令的话 我们之前已经知道 也已经接触过 一个叫做flask.create 所以呢相当于 我们得先在这个张 在这个flask当中呢 先安装这个flask.create 能够让flask整个应用程序呢 是一种脚本的方式进行管理 然后呢在启动的时候呢 去提供相对应的命令 然后呢才回过来去使用flask.create 像刚才的这个script的扩展当中呢 去补充新的命令 执行我们要去完成的这样的工作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我们有了这样的主观的印象之后呢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下 怎么去用呢 我们再去用的话 用起来就比较方便了 相当于我们得先去回到 我们的程序当中去进行一下修改 在程序当中呢 我们之前直接是使用这个app.run的方式 进行启动 但是现在要依赖于我们之前所去讲过的script 这么一扩展 所以呢 首先就得去创建出来script当中 所去给我们提供的一个manager 这么一个扩展的 这么一个管理类 然后要去创建这个管理类的一个对象 接下来整个flask应用程序呢 全部都是这个管理类的对象 帮助我们去进行维护的 所以呢导入进来之后 我们先去创建manager 他的一个对象 把app交给他进行管理 那这是第一步 交到这一步的时候呢 我们接下来再做的方式呢 就是可以说把这个migrate的话 能够进行引入了 那在去引入的时候呢 我们要去引入两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是从flaskmigrate当中 引入一个叫做migrate的 这么一个类 这个类是干什么用的呢 专门就是完成我们所说的 这种数据库的迁移操作 要帮助我们进行数据库的一个更新 然后呢 要不然是说帮助我们完成数据库的回退 整个这些工作的话 生成那个数据库的指令呢 通通的全都是由这个migrate这个类 他所完成的 他是真正的执行者 那除了这个执行者之外呢 我们说了整个控制这个执行者 完成工作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有一个命令的 那个命令是哪呢 这个命令虽然是用manager 帮助我们去执行的 但是具体命令的内容是有哪些呢 我们得从这个migrate当中呢 再去导入另外的一个东西 叫做migrate command 这个migrate command呢 就是专门交给谁呢 交给这个manager 他这个对象 交给他去用了 所以呢 我们要依赖于有一个命令 还要有一个真正的执行者 得需要导入这两个东西 导入这两个东西之后的话 我们怎么去做呢 我们要做的东西的话 先去实力化一个 那个运行者 migrate的一个对象 再去实力化这个对象的时候呢 我们把hp交给他 把db的属性交给他 因为最终通过这个对象 在进行整个数据库操作的时候 他得肯定得去借助那个db的实力 所以呢 需要把db交给他 那我们还得把app传给他 原因在于哪呢 把app传给他之后呢 这个migrate这个类 再去创建对象的时候 实际上会把他所创建出来的这个对象本身 自己会塞到app当中去 那我们后面呢 就可以直接进行相关的使用了 所以你要去注意 刚才我们做的在去创建migrate这个类的时候 他所创建的一个过程当中 会把对象本身塞到app里面去进行关联 跟app关联到一起 还跟这个db对象数据库关联到一起 那正因为此的话 我们在课件当中所看到的时候呢 去创建出来一个migrate对象 但是这个migrate对象呢 你再往后去找代码的话 发现根本没有用武之地 原因在于哪呢 这个对象的话 我们可以接收 也可以不接收 如果我们在这里不接收的情况下 这个migrate 他在去构建对象的时候呢 仍然会把他构建出来 那个对象本身 塞到app的对象里面去 塞到全局应用当中去 所以呢 相当于隐含了 这个app里面会维护着一个 那么一个执行者 我们不再自己去接收的话 也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我们待会再去写的话 相当于前面这个东西呢 就可以去省略掉 直接去指明这个migrate 创建一个对象 然后呢给他传app传db 他对象本身呢 就会把这三点东西呢 关联到一起了 这是创建出来一个执行者 这个执行者 就一旦创建完成之后 我们想要在这个命令里面 进行操作的话 还得把刚才咱们导入过的 这个migrate command 也得几天加 添加到哪呢 就添加到我们刚才 所创建出来的那个manager 对象当中 因为这个manager 是专门用来去接收 启动命令的 所以我们得把新的命令 交给他 那新的命令 交给他的时候呢 使用的方法就是 添加command add command 然后在这里面 就需要传两个参数 要注意 第一个参数代表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参数 我们给他传过去的时候呢 相当于对命令 进行了分类 现在呢 我会给你添加一个 关于数据库的 这么一些指令 这些指令的话 都有一个前提 你得先去输入db这个名字 所以呢 我们现在相当于 我要输什么名字 在这里面就去写什么东西 这个db代表的就是 添加到manager当中的一个新的命令了 跟我们在这个文件里面 所去创建的这个db不是一回事 在上面的circle acomand当中所创建出来的这个db呢 是我们去使用数据库的时候用到的 你比如说在模型类当中去用到了 在字段里面去用到了 在添加的时候也会用到了 而我们现在在这个manager.add command当中 所去创建这个引号的db呢 仅仅是给他添加了一个额外的新的命令而已 这是关键点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去看 那对应于这个命令 他所支持的操作 有哪些呢 就往后放 这个操作 刚才我们已经也导入过来了 就是migrate command 直接把它交回来就可以了 交回来之后呢 再往后 对于整个程序里面数据库的定义呢 我们都不要去管了 而怎么去做呢 再去启动的时候呢 直接启动管理人员就可以 所以就是这样的几步操作 我们再来去总结一下 首先第一步呢 先去导入migrate跟migrate command 然后呢 还要去导入一个manager 然后第一步呢 先去创建manager对象 把app放过来 这时候呢 相当于是脚本的管理者 脚本的管理者 创建完成之后呢 我们为了进行数据库迁移 还有迁移的者 那去构建一个migrate对象 构建完migrate对象之后呢 再向那个脚本的管理者 manager了之后呢 去添加一个新的命令 添加一个关于数据库的migrate command 这样的这么一个迁移的指令 然后再往后走的话 直接启动migrate.run就可以了 提供这个manager.run就可以 这是有一个咱们的一个总体认识 接下来回顾出来呢 咱们在代码当中来去看一下